嗨大家 我們今天呢來到了彰化 如果你還沒看過為什麼來彰化的影片啊 可以看這邊 那我們今天要跟學長阿根來去騎一下 彰化的車友經典路線 對 我們要去騎鳳山市 這個基本上 應該每天 甚至連晚上都有車友在這邊 晚上都有 對 就等於像台北市的風貴族都沒有 差不多 那一定要好好來體驗一下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一個 組合set 我們要去騎一下鳳山市 再次吃一下早餐 推薦給大家 爬坡的考驗已經開始了 沒想到這麼快就來了 接下來就 一路上山吧 出發為了我的早餐 我們去吃的時候 我們去吃的時候 就走真快的 就可以吃的時候 我們比然後在吃的時候 一會兒 就給你們一個 我們去吃的時候 我們要吃一個 那就快去吃的時候 我們進來 這條路線大概就是都 一直呈現這樣 緩上的狀態 我覺得大概就是五六趴左右的 爬坡主持 所以難度不會太高 可是 就是因為它一開始有一個直道 所以很多人一開始很興奮 就會在 第一個直道把自己弄爆 我覺得它只是 一直蔓延型的那種上坡 不會是一下而已 但還有緩坡 有平路可以休息一下 可以稍微喘一口氣 繼續出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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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在 148 就是一個比較主要爬坡段 等一下我們會轉到139 它的坡度就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陡 很多重機也都會 就往139這個方向 所以是中部不只是彰化 就是中張頭都會來這邊 跑山 騎機車 OK 我們已經過我們的 目標早餐了嗎 騎早就過了 他在三角下 他只是現在還沒開 所以我們要稍微 消耗一下我們熱量 好啦 我想說 一路上起來都沒看到 想說 記得你坐在三下附近 都沒看到 好 那我們等一下騎完之後 再去享受早餐了 好期待 聽說也是車友開的 對 但是 中部大家騎車 騎完就會去那邊 所以他就是裡面的設計 都很自行車 對 哇賽 感覺很讚 我們已經 不小心追到前面的車友了 還很遙遠 所以我們 我們已經算騎完這個經典路線了 其實還沒 大概只有 他爬坡的 部分 就是主要爬坡部分 他其實我們等一下還要再往下 下坡 OK 接回 爬坡段 鳳山市到了 這邊就是平常騎到這就終點了嗎 其實 嗯 我的話是不會啊 我的話就是像剛剛那樣子 148轉139 可能會騎三趟 就是 喔你說我們再繞回去 然後再上來繞一上來 三趟 對 因為這樣子比較能夠做到訓練 因為一趟的話大概只有四十分鐘 而且我們剛剛公里數大概也不到十公里 對 就是很輕鬆的路線 那我如果想要做訓練 我可能會做三趟 那每趟定一個功率區間 如果是騎長距離 我就會從這個地方再繼續往南投 其他位置 就我剛剛看完已經我們進南投線了 對 現在我們已經算是南投了 喔這麼近喔 彰化離南投那麼近 一山之隔 所以再一直騎上去就叫武林就對了 另外一邊 如果我們剛剛不要轉148 直直騎就會往街武林的路線 不過到武林那個埔林 還有很遠吧 六十公里左右 喔 好啦 好玩 等一下啊 繼續騎往下對不對 對我們稍微騎一小段 然後就準備吃早餐 學長前面那個是 是不是一個 很多人會來 知名景點 對知名景點 這不是只有騎車的 就這邊是圍熱山丘 你剛才看到旁邊很多鳳梨田 對 這邊有圍熱山丘 所以 很多人都會直接進去裡面 買鳳梨酥 或者是直接在裡面吃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不確定他們今天有沒有那麼早開 但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好 所以其實 差不多10點 所以其實騎士橋路線還蠻好的 就是 你可以訓練 假日還可以來試試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們已經騎完車上車準備回台北 剛剛忘記拍結尾了 好啦以上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要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是來中張投這個地方騎車的一個彰化在地車友 非常推薦的一個路線 也就是鳳山寺啦 那騎完車還可以去吃車友自己開的腳踏車的早餐店 我覺得很棒 好啦那我們今天沒問題說 我是你家人隊伍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國外去挑戰的一些賽事 那其實進走當初我們會到日本挑戰 有一部分真的是被嘉哲學長 就是我們的長跑教練影響很多 因為當時他帶了一群想要達標扮成馬拉松的這些選手 去參賽國外的賽事 那在當時的氛圍其實只會有口袋滿滿的這些好者 會有出國比賽的這樣的算是風潮嗎 其實當時以運動選手來講 你如果沒有當到國手你不太會出國比賽 因為沒有那個費用 對所以其實在那時候我們就開始了看到他們有一些 不管是可能有點接近現在的群眾目的也好 就是會有一些贊助人讓這些選手去國外挑戰 達標這個參賽標準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進走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就覺得 為什麼馬拉松可以其實進走也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進走在台灣來講 我的前面其實沒有什麼選手 我們算是其實前幾屆 因為我們的前面沒有在最大比賽當中沒有加入進走的賽事 所以在我前面練的選手們 大概就是國小國中那種 有點像是打遊擊這樣玩一下 但是接下來就沒有賽事讓他們參賽 所以就沒有繼續訓練的那個氛圍 所以我們算是第一屆在大型賽事中 有繼續練到大學的這一批選手 所以我們在更之前沒有人可以效仿 沒有參考他們到底有沒有出國比賽的經驗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跟嘉哲學長去 不管是田徑協會啊 去寫一些我們參賽權要有中華天寫 然後寫任何我們才可以去參加國外的比賽 那甚至是一些我們出國可能會用到的一些賽事 或是比賽 我看見他就長這樣 我看見他就長這樣